注意看 眼前的女人提着一把四十米长的大刀 缓缓走向面前的敌人 随后女人背后亮起一道雷电缠绕的圆环 她无视敌人的咄咄逼人之事 面对敌人临死前的绝地反扑 女人眼神紫光一闪 随后斩出无响的一刀 一阵雷光冲天而起 顷刻间敌人灰飞烟灭 上回讲到 小美二人和愚人重执行官女士展开狱前决斗 输得一方将会面临死亡 随后女士反手给自己一个冰封灵木将自己冻住 吓得小美以为女士自杀了 突然冰块碎裂 炙热的燕浪将小美震开树米远 随后无数只鲜红的火蝶飞向火焰深处 这便是女士最强的形态 扑龙儿子形态 小美身形一闪 反手一个肉蛋冲击接爆破酒桶 直接把女士打回原形 随后笑着说 当初要不是怕在温迪面前出风头 会被观众骂低情伤 不然你都活不活四季 女士一脸难以置信 伯父第一股拉加斯居然深藏不露 忽然 雷电将军缓缓走向前来 小美回头一看 这四十米大长刀 吓得小美二人直呼一耳灭蝶 但是雷电将军的目标并不是小美二人 而是眼前输掉玉前决斗的女士 女士此刻心里一万头草 你马狂奔而过 别 将军大人 刚才闹着玩的 我们小孩之间打闹而已 你别往心里去 爱你提着刀干嘛呀 这刀真漂亮 我跟你说 这刀啊最需要保养了 改天我找个关系帮你保养下刀 雷电将军表示 你也不看看这刀是哪里拔出来的 刀是你 我不喜欢穿的比我还少的女人 给我停下 我命的你 你 还有你们 我 我怎么会 望着雷电将军展出的无响的一刀 小美二人双腿一软 随后雷电将军擦了擦刀上的灰 虽说小美是通缉犯 但是她赢了这场玉前决斗 所以允许小美站着离开天守格 回过头却发现小美早就开溜了 小美一路上就像到了帕金森一样 两条腿抖个不停 嘴里不停喊着 打个勾巴 这婆娘 就算是SKTT1的Faker来了都打不过 随后抱着小喀拉咪一顿晃眼 小喀拉咪被晃得头晕眼花 大喊来人 快 快去请如来佛祖 小美迷糊中发现眼前有一座桥 于是问小喀拉咪 这是奈何桥吗 小喀拉咪说什么桥 这是灯神长街 头昏昏沉沉的小美二人走了半天 终于快到大门口 此时反抗军也赶来支援小美 风云万叶刚想打个招呼 突然眼神一震 小美说干嘛呀 难道我装花了吗 只见眼前凭空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只诡异的眼睛突然睁开 小美大喊 我超有二五载 只见雷电将军无响的一刀瞬间斩出 小美的旅程会就此结束吗 成功在这00年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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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美 有小美的旅程会ится 一切承受军也得耶 轻华